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市郊的坎白位置 青年向警方订石和玻璃瓶焚烧纳烧桶 黄暴警察严震对待 驱散他们 而在南部另一个社区克拉帕姆 店铺被破坏 民众走去抢领货品 大部分的货架已经被手掠一空 南部黑楼伊丁的超市和电脑店铺 也遭到抢领 损失惨重 店主哭诉不明白为什么民众会这样做 不单止私人菜物 连巴士都遭到破坏 疏乱者在光天发日之下踢开店铺门口 又放火烧屋 市面情况混乱 电力店和超市都提早删门 而警方就加派直升机盘船监视 自上个星期六开始 首都伦敦包括五个地方爆发疏乱 包括了游客购物区 牛津环营路等等 也有青年抢领破坏 骚乱又蔓延到第二大城市白鸣 市中心街上有蒙面青年奔跑逃避警方追捷 店铺被人打烂 有人进去抢领 大批警察 骑警和警犬出动戒备 首相卡梅林就中断休假 连夜由意大利赶返伦敦和官员开会 商讨处理连串骚乱 副首相克莱格就巡视发生动乱的地区 谴责暴徒趁机抢领 又说骚乱根本就和上周四 一名黑人男子被警方击败的事件无关 连夜骚乱 警方拘捕了最少400多人 单在伦敦就拘捕了300多人